梦见的陌生号码要主动添加吗 千万不要 因为你永远也猜不到对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室友郑前飞说他昨晚梦见一个电话号码 梦醒以后记得清清楚楚 你们说我要不要主动添加一下对方的微信 仁安然 加 这种事还是头一回遇见 必须加上看看 我 加吧 指不定是什么特殊的缘分 陌生号码最好不要添加 室友霍晴被我们的说话声吵醒 语气比平时还要冷 带着惯有的诗人语调 因为你永远也猜不到对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霍晴是我们寝室最不受欢迎的角色 他一开口说话 刚才还热火朝天的气氛一下冷场 没有人接话 郑倩飞甚至还偷偷朝他翻了的白眼 立刻给陌生号码发去好友申请 下午没客 霍晴不在寝室 郑倩飞突然一个鲤鱼打挺 翻身而起 他通过我的好友申请了 我看看 我看看 仁安然跑过去凑热闹 嘴里嚷嚷的提议 先看看他的朋友圈有没有照片 卧槽 是个大帅哥 郑见照都这么帅 本人的颜值可想而知 郑倩飞 你捡到宝了 一听是帅哥 我也来个精神 扒拉着床言问他俩 有多帅 快 发给我看看 郑倩飞将照片发到寝室四人群里 照片里的男人是真帅 眼睛是眼睛 鼻子是鼻子 眉毛是眉毛 明明是海马体照片 却叫人眼前一亮 根本挪不开视线 我正看得津津有味 叮咚 有群消息弹出 霍晴 你把遗照发群里做什么 这条消息令包括我在内 寝室里的三个人集体实话 遗照 说谁 郑倩飞最先反应过来 火冒三丈 霹雳啪啦打字 霍晴 你什么意思 什么遗照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霍晴 实话而已 本来就是遗照 照片里的这个男人 命宫灰暗无光 极恶宫饱满发青 生机散尽 活脱脱是个死人 不是 他有病吧 郑倩飞气得扔了手机 在寝室破口大骂 仁安然连忙安慰他 直指自己的脑袋 试一道 算了 别管他 他脑子有问题 我也觉得 霍晴有点过分啊 这么帅的男孩子 怎么能咒别人死呢 郑倩飞不想在群里 跟霍晴撕 他撤回照片 改发到寝室三人群 没有霍晴里 怒气冲冲打字 跟霍晴的寝室真会起 然然回复 算了 忍忍吧 反正他也经常不在寝室 眼不见零敬 郑倩飞 委屈死了 郑倩飞 小狗大哭 跟霍晴的争执 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我们谁都没有将一照 霍晴盯着他 冷不定露出一句 你不会真的 再跟死人谈恋爱吧 郑倩飞的哈欠打到一半 一开始听到这话 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待见霍晴理直气壮地盯着他时 怒火直窜头顶 霍晴 我真的忍你很久了 本来看在同事室友的份上 我不想跟你撕破脸 可我实在忍不了了 你每天阴沉沉像个鬼一样 左一句一照 右一句死人 你要是不会说话 可以选择闭嘴 故意说这种恶意重伤别人的话 是什么意思 不要再继续跟死人谈恋爱 否则 一旦被拉入死人的世界 想回都回不来 郑倩飞被他煞有介石的一席话 说得几乎呕血 你神经病啊 神经病就该待在精神病院 不要跑到学校里来发疯 我没病 霍晴眼神犀利 质地有声地问 你男朋友要是没问题 为什么只跟你发微信 从不跟你打语音和视频 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郑倩飞的男朋友 确实从来不跟他语音和视频 只发微信 他常常抱怨这件事 不过 我敢肯定 他每回抱怨 都挑霍晴不在寝室的时候 霍晴不可能听得到 加上 霍晴人缘不好 他总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 常年头发盖脸 只露出一只眼睛 眼珠子黑得吓人 每次盯着人看时 像被深渊凝视 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都不太愿意接近他 自然更不会跟他闲聊 所以 按理说 霍晴不应该知道 郑倩飞和他男朋友的相处习惯才对 郑倩飞一时也愣住了 仍然然见好友被问得哑口无言 帮忙解围说 飞飞的男朋友解释过 说他家里太暗 太小 不方便打视频和语音 霍晴一声冷痴 他倒没有说谎 你们也不想想 什么样的家才又暗又小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语气 太过轻蔑的缘故 他一问 我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 竟是棺材 只有棺材才又暗又小 我心里咯噔一下 顿绝头皮发麻 房子再小 总能打语音吧 他不敢打语音 是因为舌头僵硬 重 抬不起来 说不清楚人话 一说就会被听出来 霍晴的一席话 掀起惊涛骇浪 偏偏他灰灰衣袖 云淡风轻地走了 郑倩飞被他气得在寝室大哭 我倒了八辈子没 才跟霍晴这种人分道一寝室 他就是见不得人好 自己交不到朋友 也没男人喜欢 所以才来隔音我 就是 仁安然义愤填膺 这种红眼病很多 心里扭曲 装神弄鬼 他俩同仇抵抗 一起骂霍晴 我听了半天 若若举手发言 可是 你们不觉得 他说的也有道理吗 飞飞的男朋友 确实从来不跟他语音 徐毅 你什么意思 郑倩飞猛一下抬头 红着眼睛瞪我 仿佛遭受天大的委屈 你难道也跟霍晴那颠子一样 说我男朋友是鬼 是死人 不不不 我连忙摇头否认 这怎么可能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 霍晴不是说你男朋友 不敢跟你语音吗 那你们就语音一次呗 证明给他看 让他无话可说 对呀 仁安然一拍脑门 这倒是个好办法 你们语音的时候 录个音 到时候发到群里 让霍晴好好听一听 狠狠打他的脸 郑倩飞眼睛一亮 转背为洗 好 我一会儿就跟武冉军说 武冉军就是郑倩飞的男朋友 还在上课 仅是三人群没有霍晴 里谈出一条消息 郑倩飞 男朋友同意跟我语音了 截图是一段聊天记录 珠宝在飞 你要是不跟我语音 我们就分手 臭宝 惊恐点 借屁句臭宝 不要分手 求求宝宝 珠宝在飞 就因为你不跟我语音 我室友说我在跟死人谈恋爱 我受不了这个委屈 我要证明给他看 臭宝 目瞪口袋点 借屁句臭宝 宝宝 宝宝 你是有也太扯了 臭宝 我不跟你语音 是因为我有点大舌头 怕你嫌弃我说话不好听 珠宝在飞 不怕 我最爱臭宝了 想听你的声音 臭宝 那好吧 等宝宝有空 我们就语音聊天 郑倩飞连午饭都没吃 迫不及待拉着我和任安然回了寝室 他要我俩做见证 见证他和他男朋友 第一次语音聊天 语音接通 对面叫了声 宝宝 郑倩飞的脸一下就红了 扭扭捏捏捏问对面 你 你吃饭了吗 对面回 没 任安然躲在旁边 一脸一目笑 不停给郑倩飞挤眼睛 郑倩飞一边拿手推散他 一边努力找话题跟吴冉军聊天 吴冉军的声音 说不上难听 就是很怪异 该怎么形容呢 这种怪异和大舌头不同 身患大舌头病的人 说话磕磕绊绊 给人的感觉是发音不灵活 舌头不听使唤 而吴冉军说话 一字一顿 不像舌头不听使唤 更像是舌头太重 抬不起来 以至于说话吃力 只能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这种情况 跟霍琴的形容 简直如出一辙 我默默听着 心惊肉跳 额头冒出一层冷汗 郑倩飞沉浸在和男朋友 第一次打语音的惊喜激动里 对吴冉军表现出的怪异 丝毫不以为意 任安然侧着耳朵 心慰盎然地听着他俩讲话 眼睛闪亮 显得比郑倩飞还激动 挂了电话 郑倩飞心满意足 嘴巴里倒耳朵根 我男朋友是有点大舌头 怪不得他之前不跟我语音 笑死 就因为这个 他居然被说成是死人 我简直服了霍晴的脑洞 人安然道 把录音发给他 看他还敢不敢胡说八道 行 郑倩飞立马发了录音 在寝室四人群里 还手动艾特霍晴 死人开口说话了 有脸来听吗 消息发出去 他俩握着手机 迫不及待想看霍晴的反应 不一会儿 霍晴回了八个字 你们自己点开听听 我胡一点开录音 从里面钻出来的声音 令我们三人脸色大变 录音里只有郑倩飞在说话 同他对话的 哪里是人声 那是一串奇怪的低音 听上去像怪兽喉咙里的咕弄 滴滴的嗓音 间里中带着点撕裂的扭曲 那是人永远也发不出来的声音 怎么会这样 怎么回事 是不是霍晴搞了什么鬼 郑倩飞说话的声音在颤抖 他用祈求我们说点什么的表情 眼巴巴望着我们 任安然早下傻了 脖子上的鸡皮疙瘩 一直蹲到手臂 我厌了厌喉咙 真诚发问 你们 真不觉得吴阑君说话奇怪吗 郑倩飞和任安然文言 同时一致 开始仔细回忆 越想脸色越难看 我硬着头皮劝郑倩飞 要不然还是听霍晴的吧 别再跟吴阑君联系了 他确实有点怪 别别真招惹到什么脏东西 郑倩飞泪眼朦胧 圆圆的脸 大大的眼睛 哭起来梨花带雨 特别惹人恋爱 他自然不想承认热恋中的男朋友 是死人这一类的说辞 可是 不应循环播放 里面传出来的声音 实在令人牢骨悚然 郑倩飞犹豫后 什么都没说 直接将手机关机 丢进抽屉里 他单方面切断了 恒无卵君的联系 当天晚上 我噩梦缠身 梦里一个男人的影子追着我 逼问我 郑倩飞为什么不和他信息 他一口尖牙 嘴巴张成深渊巨口 像是要把头给我咬掉 不停地说让郑倩飞开机 是吗 仁安然声音颤抖 我也梦见了 我们从对方眼中 看到如出一辙的惊恐 一起扭头 看向郑倩飞 他脸色惨白 神色恐慌 我心里咯噔一下 该不会 他也做了同样的梦吧 果不其然 郑倩飞带着哭腔道 我 我也梦见 他说今晚来找我 这句话 在我梦里也说过 两翼兜头临下 激起一身寒毛 这也太荒谬了 我们三个竟然做了同一个梦 咔嚓 卫生间的门打开 霍晴神清气爽 从里面走出来 应是刚洗漱完 此时看见他 我竟有种见到救星的感觉 盲目的询问 霍晴 这件事好奇怪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有什么好奇怪的 霍晴道 我早就警告过你们 无数次不要作死 你们自己不听 现在鬼东西找上门来 你们终于知道怕了 这话说得不留情面 郑倩飞顿时脸色一垮 撇了撇嘴 吴阮君这是死人吗 我厚着脸皮问 他不会真来咱们寝室吧 霍晴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我们 霍晴梁搜搜道 现在想起我来了 背后说我坏话的时候 怎么不想 想有需要我帮忙的一天 霍晴飞再也忍受不了霍晴的态度 赌气把床板拍得框框想 谁稀�罕你帮忙 说不定就是你在搞鬼 你最能装神弄鬼 霍晴文言 冷笑着扔下一句 真当我是什么烂好人 不道歉还想我帮忙 然后他摔门而去 如今想来 霍晴的那句话真没说错 梦见的陌生号码 千万不要联系 只知道对面到底是人是鬼 一整天 我心里毛毛的 那个东西 吴染君 今晚不会真找来我们寝室吧 任安然不自觉压低嗓音 像是怕谁听到 听得出来 他心里也发毛 事到如今 郑倩飞的男朋友是人是鬼 真的分不清啊 那条录音 我们谁都不敢再点开听 越听越恐惧 还有昨晚做的梦 简直细思极恐 我和任安然犹如惊弓之鸟 从阳台吹过的风都能吓我俩一跳 难得的是 下午 霍晴居然回到寝室 递给我们一人一张符 拿着吧 他轻描淡写 我接过符纸翻看 是常见的黄符 用朱砂一类的颜料化有符纹 因为折成三角形的原因 看不清符纹到底长什么样 当然 即便看得清 也看不懂 我问 这符有什么用 霍晴道 驱鬼避邪保平安 谁懂啊 家人们 甭管这符有没有用 此刻 他给予我的巨大心理安慰 堪比绝望之际 看见一线生机 我如获之宝 把符紧紧捏在手心里 感激涕零 谢谢你 霍晴 我就知道 你嘴硬心软 不会不管我们 霍晴美好气得翻白眼 你这话相当于 是在骂我烂好人 我头一次觉得 霍晴这人挺好的 没有看上去那么难相处 霍晴总共准备了三张符 我一个 任安然一个 还有一个 是给郑倩飞的 然而 郑倩飞一直没回寝室 眼看天要黑了 我和任安然急得团团转 他该不会出事了吧 飞飞 你在哪里 怎么还不回寝室 你还好吧 我们都很担心你 我们不断打电话 发微信 谈视频 急得快报警了 晚上八点 郑倩飞才在群里回 我今晚不回寝室 任安然 你不回寝室 住哪 郑倩飞 酒店 任安然不可置信的眨眨眼睛 随后抓着手机跳起来 发疯般尖叫 吴染君是他招惹的 他有钱 去住酒店 抬抬屁股走人 把我们扔寝室 万一那个脏东西 今晚真来找他 他倒是跑了 我们怎么办 我也没想到 郑倩飞处理事情的态度 居然是独自逃生 丝毫不考虑其他人 就挺意外的 邪靠在床梯上 拽着手机玩 笑容陡然变得诡异 他发消息道 郑倩飞 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东西要找的人是你 不是我们 他可能不来寝室 而是 去 酒店 消息一发出去 郑倩飞秒回 你什么意思 霍晴 你在哪个酒店 消息石沉大海 无人回答 霍晴收起手机 虚出一口气 摊手道 是他自己做死 我眼皮戳戳的厉害 心生不想预感 郑倩飞不会真出事吧 说不准 霍晴看了看窗外的夜色 眼神凉凉秋水 好消息是 至少今晚你们可以安心睡觉 不必担心有脏东西找上门来 我和任安然面面相去 我们都听明白了霍晴的话 吴染君不会来寝室 他会去酒店 去找郑倩飞 我和任安然商量好了 要是郑倩飞明天还不回来 我们就去报警 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警察 虽说事情有点扯 可 救人要紧 总不能不管郑倩飞吧 他那个男朋友 到底是什么东西 录音是怎么回事 郑倩飞是否安全 警察自会弄清楚 隔天 我和任安然一下课 就赶回寝室 寝室门打开 你们回来了 出人意料的 郑倩飞站在我面前 热情洋溢的跟我们打招呼 他神采奕奕 容光焕发 安然无恙 我和任安然当场愣住 老实说 这场景和我们预想中 相差甚远 看见我俩发愣 郑倩飞捂着肚子哈哈大笑 你们该不会真以为 我男朋友是鬼吧 哈哈 你俩好傻缺 一听这话 我和任安然都有点尴尬 任安然硬着头皮问 飞飞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为什么一直不回信息 我们以为你出事了 都很担心你 抱歉 郑倩飞扭着身子撒娇 昨天我跟男朋友在一起 不方便回信息 男朋友 吴 吴染君 任安然双五元争 惊讶极了 你俩面积了 他 他不是鬼 吐 我看你们真是中了霍情的毒 他好端端一个大活人 我们一整晚待在一起 你看我被鬼吃了吗 没有 他活蹦乱跳 好得很 我和任安然更尴尬了 既然如此 录音是怎么回事 我们做的那个梦又是怎么回事 我问 郑倩飞不以为意的白白手 谁知道呢 他神秘一笑 拿出两个锦盒 一个递给我 另一个递给任安然 莫 我男朋友给你俩准备的见面礼 这么好 任安然大喜过望 率先接过锦盒 打开 里面金光闪闪 竟是一个金手镯 普通圆环款式 镶嵌几颗灰白色的小石头 精致可爱 对于我们这种穷学生来说 金手镯是昂贵的见面里 任安然欢欢喜喜戴在手上 来回欣赏 很是喜欢 徐逸 你也戴上试试 郑倩飞拿起手镯 往我手上套 顺道叮嘱我们说 就准备了两份 别告诉霍晴 他没有 礼物太贵重 我不敢收 把手往回缩 可 不知怎么回事 手镯一碰到我就跟我了优势的 一路滑到手腕 大小合适 仿佛量身定做 好看吧 郑倩飞得意洋洋 好看 好看 任安然满口夸赞 寝室里欢声笑语 霍晴开门进来 翻声笑语戛然而止 突如其来的冷场 令我很不自在 我主动招呼霍晴道 你回来了 霍晴并不理会我 他的目光落在郑倩飞身上 嫌弃的捂住鼻子 好臭 郑倩飞立声回敬他道 神棍 稍后 寝室三人群没有郑倩飞 里谈出一条消息 霍晴奉劝你们 尽快从这个寝室搬走 离郑倩飞远一点 当天 霍晴便收拾东西 准备搬起 对于霍晴的离开 郑倩飞毫不掩饰他的开心 然然没表现出高兴或不高兴 而我的心情很复杂 我莫名产生了一种古怪的想法 霍晴这么果断从寝室搬走 难道郑倩飞真的有问题 这个想法 在面对生动鲜活的郑倩飞时 又显得那么荒谬 霍晴的行李不多 我执意送他 帮他提了一包东西 路上 霍晴忽然问我 你手上带的什么东西 我这才发现 因为提东西的缘故 金手镯露了出来 我顿觉尴尬 不好意思说明镯子的来历 然而 霍晴只盯着手镯看了一眼 便一语道破 郑倩飞给他 我摁摁点头 只想赶紧把这话题敷衍过去 霍晴双眉紧锁 盯着我 问 徐逸 你仔细看过 镶嵌在镯子上的这几颗东西了吗 他问起 我才仔细一看 金灿灿的手镯上 有三颗灰白色的小石头 不是那种打磨光滑的小石头 而是外表有细微磨砂感的小石头 霍晴冷不丁道 不是石头 是人骨头 人的脚跟骨 脚 脚跟骨 我骇然一惊 戴上这玩意儿 你般寝室也没用 逃不掉了 什么意思 什么逃不掉了 我胆都要吓破了 霍晴似乎懒得解释 语气严肃 宛如警告 徐逸 郑倩飞身上的尸臭味很浓郁 虽然暂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 如果我是你 肯定不会再傻的 跟他待在同一屋眼下 不过 你没得选 如果我猜的没错 这个金手镯 然然也有一个把 我脸上的神情一定很慌乱 霍晴了然道 郑倩飞这么着急 给你俩带镯子 必然是有急事要做 今晚五夜十二点到凌晨五点间 徐逸 你千万记住 背对床梯 面向强睡 刀给你的斧绑在背上 无论谁来找你 无论他跟你说什么 不要回头 不要回答 这话太悬 直接给我听傻了 见我呆愣着没有反应 霍晴了一条眉 语气不快 你不信我 我支支吾吾 不知该如何作答 他沈然一笑 不信就算了 我严禁于此 该如何选择 你自己决定 霍晴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郑倩飞身上的失臭味 我怎么一点闻不到 难不成我真要傻不愣登的 在背上绑个符 光想一想 就觉得好羞耻 好丢人 我拿不定主意 只好找任安然商量 顺道把霍晴的警告 尽数转告他 任安然听后 哈哈大笑 徐逸 霍晴脑子有问题 你被他耍了 什么是臭味 他真能瞎歪 我刚刚才跟飞飞一起去吃火锅 就算有味道 也是香喷喷的牛油火锅味 任安然的话 一度让我为自己的无端猜疑 而感到羞耻 可是 随着夜晚来临 我还是偷偷将霍晴给的符 绑在了背上 还拿502胶水沾了又沾 不敢叫任安然和郑倩飞看见 生怕遭到嘲笑 我心想 管他呢 反正绑在睡衣里面 别人也看不见 万一有用呢 连睡觉时 我背对床踢 面向墙壁 心想 管他呢 反正都是睡觉 朝着墙也是睡 背着墙也是睡 不如朝墙睡 万一有用呢 总之 我很耸的 全赵霍晴所说的做了 说来也怪 不知是否心理作用 一过午夜12点 寝室的气温仿佛瞬间低了好几度 火锅被子 脑门出的神经一跳一跳 跳得我格外心神不明 徐逸 你睡着了吗 身后忽然传来郑倩飞的声音 我吓一跳 瞧剑反射想回头 电光石火煎 我猛然惊觉 这么晚了 郑倩飞来找我做什么 我一直住回头的冲动 不敢出声 假装熟睡 身后细细酥酥 郑倩飞踩着床梯 爬到我床上 在我背后躺下 徐逸 你别装了 我知道你醒着 然然都跟我说了 霍晴让你在背上绑符 不要转身 不要回答 你还真信她的话呀 我 装睡 见我还装 郑倩飞有点生气 徐逸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这样子 真的很好笑 有件事 我本来不想说 仔细想了想 还是告诉你吧 你记不记得 刚开学的时候 咱们全校新生 都去电脑室 做过一次心理测试 测试出来的结果 愿你不让说 给下学生保密 我当时竞选学生会 刚好帮心理系的老师 整理资料 无意间看到了 霍晴的测试报告 上面写得很清楚 霍晴被确诊为精神病前兆 我男朋友吴染君 是活生生的人 根本不是什么鬼 真的很荒谬 这些都是活情意想出来的 偏偏就你相信 郑倩飞掏出手机 调出一张照片 活情的测试报告 我偷拍下来了 你不信的话 自己看 我敏锐地注意到一件事 郑倩飞爬到我床上 说了很多 做了很多 唯独只有一件事 他一点没做 他没碰我 连我的一脚都没碰你下 不该这样 以郑倩飞的性格 我若一直装睡不搭理他 他会直接上手 把我翻过去 变向他才对 可他没有这么做 他不碰我 就好像不敢碰我 我从耳不闻 他终于说累了 气急败坏丢下一句 好吧 徐义 你竟然相信一个神经病 也不相信我 算我白费口舌 早晚有一天 你会知道 你今天的行为有多愚蠢 郑倩飞放弃了 他爬下我的床 气呼呼离去 我常说一口气 看看时间 凌晨三点 距离五点 还有两个小时 我不敢睡 他不小心翻身 前功尽弃 半边肩膀躺得又麻又酸 我眼皮子打架 昏昏日睡 徐义 你猜我刚刚看见了什么 听到这个声音的瞬间 鸡皮疙瘩顺着脖子往头顶爬 恐惧感狠狠绝取了我全部的神经 我没想到 任安然会来 他跟郑倩飞一样 爬上我的床 在我背后躺下 徐义 你不用连我也放吧 我跟你说 我刚刚看见郑倩飞的床上有个男人 我怀疑他把吴染君带回寝室了 我没敢惊动他们 你说怎么办啊 我们要不要跟辅导员举报 徐义 你说话呀 别跟我装 我知道你醒着 我告诉过任安然 霍晴觉得郑倩飞不对劲 我告诉过他 霍晴要我们朝墙睡 我什么都跟任安然讲了 唯独只有一件事 我没告诉他 我在墙上贴了一面镜子 方便不用回头 也能看向身后 故而 此时此刻 我清楚地看见 任安然嘴里说着活泼的话 可 他的皮肤是吓人的青灰色 眼睛死气沉沉 嘴巴一张一合 跟随他而来的 还有一个男人 身影叙叙实实 踩着床梯 埋头一顺不顺盯着我 仿佛只等我开口说话 就张开血盆大口扑过来 我盯着镜子 眼睛一眨不敢眨 任安然如游魂一般 躺在我身后 嘴巴一张一合 呆滞的往外动画 他似乎没有意识 突然 镜子里逼近一张腐烂的人脸 我险些惊叫出声 死死捂住嘴巴 脑子里很长时间 只剩一片空白 冷汗湿透睡群 我吓得魂飞魄散 一定是那男人搞的鬼 他故意吓我 想让我发出声音来 我一阵后怕 赶紧闭眼 不敢再睁开 眼睛一闭 恐惧无限放大 我如盲人一般 置身于无穷无尽的黑暗 危机感从四面八方洗来 我紧紧裹住被子 才不至于哆嗦的厉害 时间一点一滴如蜡烛滴油 我一分一秒肚力如年 眼睛看不见 听力变得敏锐 我听见任安然离开的脚步声 他似乎爬回自己的床上 重新躺下睡觉 时针终于从四点指向五点 天蒙蒙亮 我睁开眼睛 第一件事就是给霍晴发短信 我想见你 急 霍晴 开门 我在寝室门口 我几乎是连滚带爬跑去开门 门打开 霍晴站在门外 我问他 你什么时候来的 他说 手里一晚上 总算叫我搞明白了 我说 我也搞明白了 霍晴 你是对的 真的有鬼 霍晴提着包 大步走进寝室 转身关上门 他拉开包包拉链 从里面掏出一根大拇指粗细的铁棍 将铁棍拿在手里颠了颠 我惊论 你要干什么 霍晴让我靠边站 他抡起铁棍帮帮敲床 喂 都起来 我向社会大姐大 我心里发慌 不敢想象会看见 怎样的郑芊飞和任安然 只在心里默默祈祷 希望待会儿看见你一切 不要太离谱 我捧着头皮 选着一颗心 最先有反应的是任安然 他妈妈咧咧搭开床帘 大清早的 你叫魂啊 声音和往常一样 中气十足 我从霍晴身后伸出脖子 看见任安然的第一眼 不由得大吃一惊 仅仅一夜之间 任安然骑马老了二十岁 皮肤辣黄 苹果鸡塌陷 双目无神 连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偏偏他自己一无所绝 霍晴什么都没说 递给他一面镜子 任安然莫名其妙接过镜子 往里头瞄了一眼 这是谁 他大惊失色 不可置信地丢掉镜子 滑下床去寝室全身镜前一照 我怎么变成这副样子 任安然崩溃了 他好像完全不记得 昨晚发生过的事 一位惊讶于 自己身上苍老的电话 猝不及房间 霍晴伸手掀开他的睡衣 在任安然的肚脐处 赫然有一圈浅红色的齿印 犹如轮胎一般 将肚脐圈成一个圆 烙印在皮肤上 鲜红醒目 任安然傻愣愣盯着自己的肚子 这是什么东西 我身上怎么会长这个东西 霍晴道 这是任鬼英瞬息精气留下的痕迹 说着话 他的目光漫悠悠转向 郑倩飞的床铺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 郑倩飞遇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直到昨晚我才终于弄明白 他遇见的是任鬼 任鬼假借托梦 跟他缔结缘分 然后一步步将他诱入陷阱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早在酒店那一夜 任鬼就将人鬼英 种在了郑倩飞的肚子里 任鬼和一般的鬼不一样 他们既有鬼的特点 又保有人的习性 有一些修炼到家的 甚至可以伪装成人 生活在人类世界 故而 任鬼英也和一般的鬼英不同 一般的鬼英 若想诞生 需要三条人命 想来 他爹是想将这个寝室 变成狮房 用以孵化人鬼英 你们三个就是他挑选的猎物 哦 不对 不光你们三个 一开始他的计划里 应该还有我 我说的对吧 郑倩飞 透过床帘 能看见郑倩飞的影子 他的肚子骨胀如山 里头的东西动来动去 肚皮也跟着拱来拱去 想要冲爆一半 霍琴细血的瞄了眼任安然 看来他昨晚吃很饱 精力十足 任安然打了个寒颤 任鬼英昨晚吸食的 分明就是他呀 看着镜子里苍老的自己 任安然的心态裂了 霍琴不再废话 粗暴地扯开郑倩飞的床帘 床帘后头 郑倩飞披头散发 坐在床上 肚子高高顶起 几乎顶到下巴 圆鼓鼓的肚子后面 郑倩飞眼神森然 直勾勾盯着霍琴 尽管被盯着的那人不是我 我一不自觉头皮发麻 霍琴浑然不觉 他闪电般动手 拽住郑倩飞的衣领 狠狠往下扯 我和任安然倒抽一口凉气 眼睁睁看着郑倩飞 从床上栽下来 掉在地上 肚子着地 呜哇呜哇 从他肚子里 传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婴儿啼哭声 哪有婴儿还没出声 就会在肚子里哭的 我和任安然 本来下意识想去扶郑倩飞 现在我俩双双后退 夫人的想法 烟消云散 听见婴儿哭 郑倩飞心疼地拿手去摸肚子 柔声哄道 乖宝宝 不哭 不哭 那只抚摸肚子的手 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 顿时血涌如注 郑倩飞疼得争鸣尖叫 霍情也遇到 郑倩飞 你可不像是什么伟大的母亲 那这人鬼骗你了吧 他是不是说 只要你替他诞下孩子 他就放过你 郑倩飞眼中闪过慌乱 显然被猜中了 霍情一脸 你真好骗了表情 实话告诉你 徐一 然然 我们三个 谁都可以被替换 换句话说 只要找到三个人 给人鬼因吸足诞生所需的精气 这三个人不知是谁 是我们三个可以 换成其他三个人也可以 唯独只有你 不可能换 因为你是母体 人鬼因诞生的那一刻 会把母体吸成人干 他生 你必死 郑倩飞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说的话 你信不信 你信人鬼 还是信我 郑倩飞的手上流满血 他摊坐地上 仰头望着霍情 眼神逐渐崩溃 霍情 救救我 我不想要这鬼胎 我不想死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我不该在背后说你话话 你救救我 求求你 看在我们同学几年的份上 郑倩飞声泪俱下 霍情爽快地点头 做了个OK的手势 不管你是否诚心道歉 不过 既然你道歉了 这件事 我替你管了 言毙 他扭头给我和仁安然 一人一张符 这回的符 没有折成三角形 能清楚地看见上面的符文 只是 依然看不懂 符得一头黏黏的 似乎沾着胶水 霍情指点到 天脑门上 一会儿打起来 只怕顾不上你们 我二话不说 立刻贴 这么一贴才察觉 根本不是胶水 因为那年年的东西 一沾上脑门 就沾得死死了 比胶水管用多了 啊啊啊 身旁传来仁安然的惨叫声 他一碰到符纸 就像遭了电击一般 几乎下意识 就将符纸甩了出去 这符纸我用不了 一碰就痛 仁安然惨叫 很正常 霍情道 你的阴气远大于阳气 算半个火死人 是要忍痛贴符 还是把命搭进去 你自己选 话已至此 仁安然只好含泪 将符纸捡起来 即便痛得面目全非 也依然将符纸往脑门上贴 霍情带来的包包里 有几个奇形怪状的瓶子 他用它们调了一碗 黑绿参半的浮水 让郑倩飞喝 这碗水看得比毒药还恐怖 郑倩飞心惊胆战地问 这是干什么的 霍情言简一该 打鬼胎 此言一出 郑倩飞的肚子凶狠地往上顶 直顶着他嗷嗷惨叫 霍情眼神一立 手指如鹰爪一般 抓住郑倩飞肚子里人鬼鹰的脑袋 将水递到郑倩飞的面前 催促道 快喝 郑倩飞一咬牙 接过毒水 欲仰头引进 啪 装水的碗四分五裂 扶水洒了郑倩飞一手 郑倩飞的眼神开始颤抖 他恐惧地四下打望 霍情道 总算来了 他不慌不忙 从包包里揪出一条黑的发光的绳子 三两下将郑倩飞捆在床梯上 将他肚子里的人鬼鹰捆得动弹不得一点点 人安然贴上符纸后 痛晕过去 我也想晕过去 可惜做不到 我躲在霍情身后 犹如鞍唇一般 门锁从外缓缓拧开 走进来一个男人 他长得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不 甚至比照片还要帅一点 怪不得郑倩飞颠倒 愿意给他生孩子 人鬼 人鬼 真的跟人一模一样 连穿衣打扮都很时髦 同学 能不能放过我亲儿 天傻的 竟然还是低音炮 霍情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你一直鬼不去阴间找妻子生孩子 到阳间来蹦打什么 吴冉军道 为了反眼 没办法 霍情说出口的话 如脆了毒的冰 人鬼这种东西 就不该存在 你们生 他人死 早点断子绝孙是好事 吴冉军眯起眼睛 周身的空气瞬间变得寒冷 这么说 是没得商量吗 霍情冷哼 商量什么 今天你跟你儿子一起死 也不知他俩谁先动的手 等我反应过来 两人已经厮杀在一处 我躲在桌子下面 恨不得能隐身 偏偏此时 手机震动 我拿起来一看 是一条定时微信 霍情 你去找棺材 人鬼拍晒棺材 楼下有人接应 让他帮忙 棺材大概埋在这里 一条定位信息发来 看着这条信息 我简直欲哭无泪 霍情不让我躲 他给我安排了任务 老天爷 他可真看得起我 不再三犹豫 才对鼓起毕生勇气 从桌子底下钻出来 闷头往寝室外头冲 一路狂飙到楼下 腿在跑 眼泪迎风飘 脑子在后头追 什么时候跑到楼下的都不知道 直到有人揪住我的衣领子 问 霍情怎么说 我这才勘勘停下奔跑的脚步 啊 拦路者是一位大叔 他焦急道 不是让你来通风报信吗 我这才想起 短信里说 有人接应 叔 你是接应人 大叔愣了一下 估计觉得接应人这个说法 有点新鲜 算是吧 他答 我把霍情的信息给他看 大叔看完 果断摸出手机 对 挖掘机直接开到这个位置 给我挖 必须把棺材挖出来 别耽搁 尽快 好大的口气 这里是学校 怎么可能会放挖掘机进来 没事 我是校董 这点主还是能做的 大叔收起电话 带我去监工 咱们学校见在坟场上 当初见校的时候 请人来探过 说可能不会太清静 所以 咱们学校每年招生 都会招几个镇校之宝 你们寝室的霍情 就是其中之一 挖掘机在工作 校董在跟我闲聊 我洋装成大人模样 问他 霍情干嘛不直接 把定时微信发给你 发不出来的 大叔解释 就连你 之所以能从内洞楼里跑出来 也是因为脑袋上贴了这张符 不然 你在里面转一天 也不见得能找到出路 原来如此 幸亏我没耽误事 挖掘机的工作效率杠杠的 没一会儿就挖到了棺材 校董一声令下 挖掘机开关 关门打开的一瞬间 里面躺了的男人 尸体不曾腐烂 就像刚睡着一般 似乎下一刻就能睁眼醒来 然而 阳光只射进棺材 一眨眼的功夫 男人消失不见 只剩一副空棺材 孤零零躺在坑底 人鬼暴尸 魂飞破散 他的孩子 人鬼鹰 意味能活下来 郑倩妃虽减回一条命 但身体彻底垮掉 只能休学回家 任安然阴气过剩 青春不在 鬼哭狼嚎 霍情只好天天给他扎针 助他挽回青春 任安然被扎成刺猬 哭叫连天 霍情毫不手软 该扎就扎 然安然拉着我的手 伤心哭诉 霍情他压一定是故意的 报复我以前说他坏话 呜呜 我不是给他道歉了吗 诚恳道的歉 我也给霍情道的歉 不是因为背后说他的坏话 我真没说过 我道歉是因为 他从未做过伤害我的事 我却因为他的与众不同 而报以其事 是我不对 霍情很满意 我有这份歉意 拍着我的肩膀 你的道歉 我收下了 你人不错 以后遇见怪事 尽管找我 我帮你 算了 还是别再遇见了吧